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一个大学老师的氛围不需要人多 人少一点我们可以多交流一点 任何时候大家如果有任何指教 想法建议或者任何批评都欢迎提出来 我们的目的就是都是想做一个好的老师 希望这个大学的教学会越来越有效 越来越有用 越来对学生有帮助 那么我们有个共同的理想和目的 那我们就朝这方面去努力 讲以前我们先做一些铺垫 其中一个铺垫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想或者反思 我们现在作为大学老师进入课堂以前 会想我需要带些什么带进去 带些什么材料 带些什么设备或者工具 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上课需要带些什么材料 什么 教材肯定要的 对不对 教材肯定要 教材是肯定要的 而且这个是有形的东西 对不对 可以手触摸到的教材肯定要 还需要什么 U盘 U盘 这个肯定要了 这个U盘 U盘 甚至为什么在U盘 U盘里头可能有PPT 可能有其他 怎么出不来 PPT 可能还有 声频 视频 还有刚才说的等材料 还有教材等材料 上面说的材料 我们现在都把它设备化了 技术化了 要带这个 还需要带什么 电脑 很可能要带电脑 特别 电脑 手机可以用吗 哇 我觉得北大是可以用手机和手提电脑的 是吗 北师大 那我觉得真好 我最近在一个大学讲座 让我很吃惊 第一 组织学生做任何东西做不出来 学生说我们没电脑 我再问为什么没电脑 老实解释 那个大学一年级禁止用手提电脑 你只能用学校电脑 不能用私人电脑 我觉得不行 这个跟世界脱节 跟现代社会脱节 这个千万不能禁电脑和禁手机 那么我问一个问题 学生在上课期间 课堂进行过程中 用手机和iPad可不可以 他们可不可以打开 打开电脑 打开手机 打开手机 在这里用 iPad能不能用 学校不让 老师会让 这个会不会让 那我觉得可以打个问号 我们回头再考虑一下 再说一下 还需要带什么东西 刚才说的 这个是有型的 有型的 有型 有型 材料 可能还需要一些 无型的材料 带一些什么 无型的材料 我们的方案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思路 和我们的智慧 对不对 我们的一些知识 那么这些可能也是要带的 方案 教学方案 内容等等 思路 设计等等 都很好 对 除了教材还带什么 有型的东西 内容方面 材料方面 参考书 可能要带一些参考书 很好 设备除了这些 还带些什么 我觉得 只要带上了这些设备 说明 我们进步了 我们的教学 已经现在开始电脑化 数字化 我觉得 我们整个教大学的 教学的环境 和我们的手段 和我们的技术进步了 但是我下面要说的是 可能 这个离我们 可以做到的 效果 和我们应该达到的水平 还欠缺了一步 下一步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想法 我们还需要做到什么 除了电脑 数字化的设备以外 我们还要做一步 什么才能更进一步呢 还需要一个什么 往哪里进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想法 我们现在材料讲到了 设备讲到了 如果我们要进入 我觉得 能做到这些 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现代 或者近代的教学环境了 我可以把它说成 已经到了1.0的教学环境了 下一步 我们今天讲的是 2.0教学环境 如果要进入2.0 需要再进一步 往哪里进 怎么进 有没有任何想法 大家 什么东西 网络必不可少 网络和 网络和前面说的U盘和电脑 有什么不同 孤立的 单独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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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给你展示一个 很生动的现场 告诉你那个地方 那个社会调查 我觉得太精彩了 一下子 我们就走出了课堂 我们进入了社会 我们在跟一个真实的社会 发生互动 发生关系 在关心的是一个社会了 非常好 还有没有其他好处 刚才说到孤立 实际上还有一点 就学生 在目前的教学状态里 无论他有多少人 二十个 三十个 五十个 一百个 他在教室里 无论群体有多大 基本上是一个孤立的 学生 基本上 他只在用耳朵和老师 发生一种互动和交流 他跟其他学生 是没有交流 但只要一在网上 他可以跟全 跟自己的 我们叫做cohort 就同班的同学 或者团队的成员 一起来工作 马上就变成了团队的成员之一 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生 那么有两个好处 还有没有其他好处 我们有同时 有课堂 学生可以 就是老师和学生 可以装一个转件 如果学生现场 可以对他的课程 讲的那个 可以有反馈 然后在课堂上 通过往后 可以有这样的工作 对 对 这个也很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 真的很好 以前我们提问 一个学生回答 其他学生听 现在其他学生 可以同时回答 你用不用 你看不看 你反不反馈 你评不评估 另当别论 但是 使多人互动 同时动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性 您刚才也提到 你一边讲 学生已经开始去搜索 审阅 各种其他的信息和资料 那么学习的空间 就远远超出了教科书本身 变成了一个无限的世界 还有 其实还有好处 还有 我们如果单说它的好处 刚才说的是互动 团队 社会 社会化 我们再说下去的话 实际上还有好处 我把它给缩小一点吧 好处 刚才说了这个好处 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处 我们用英文说来讲 就是online realtime anytime 那就是在线 时时 任何时 永远在线 实时 就是说 同时 真正的时间里可以发生的事 而且是永远 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 都可以去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如果真的做到了网络的话 网络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线 实时 任何时 任何地 都能进行学习 这基本上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希望能讲的更多一点 更深刻一点 我现在在做另外一个插入式的介绍 我今天讲的是个全新的理念 但是 这个全新理念 基于的事实 和心得 不是我个人的 我到处去看别人教书 这是我认为是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教学实践 给我的启发 我把它揉在一起 把它叫做2.0课程 再和大家分享 所以说来说去 很多真知灼见 来自于我的同事 来自于在座的老师 这是我说的另外一个 做以前 我们继续讲下去 以前 先来 看一个 所谓的教学内容 大家看看 对这个教学内容有什么想法 我们从头看 这样子来一个 跳着看 不可能完全看 四分钟可以看 世界上的许多人 在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有机会接触到 至少两种各种语言 一个成长如双鱼 家庭的三个小孩 很快地就会学好 他的第二种语言 可是作为成人的我们 在学习全新的语言时 所面临的困难 相信大家 都深入体会 即便我们学会的新的语言 也很难达到 我们的母语水平 因而学习语言的能力 要比成而好 相信这一点 许多人都知道 可是 这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在学语言的过程中 有一段高峰期 叫做关键时期 用英文说 就是critical period 这段时期里 我们的大脑 对外界的信号接收 特别敏感 认知体系也非常发达 这段时期 对大多数人来说 会发生在 出生到五岁的 这段时间里 若是过了这段时期 学习母语 对于人物来说 会变得非常困难 即便日后不就 也无法达到 很好的水平 这个原理 对学习二语 也是一样的 一个幼儿 若是在关键时期 习的他的第二种语言 那么他的二语水平 基本上可以达到 异语水平 我们跳一下 若是过了这段时期 那么一个人的二语水平 则永远达不到 母语水平 这也就是 verse you fine 我的不动画时候 也非常不好 越来越大 还是一个百分之百把乱 好了 Tamron先生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 虽然让孩子在年幼时 多学一些语言 有很多好处 可是 我就知道 上学古书 他和老师和同学们讲英文 在家和父母讲博语 和爷爷奶奶讲话时 或许又会用它不平的方言 是高级汉语 高级中文 我在高级中文和应用语言学课程里头 都把这个用作教材 就大家刚才看这个 我用作教材 那么 问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觉得 如果你教类似的课程 你觉得这个教材足够好吗 拿来用作教材足够好吗 再一个 这个用作教材 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缺点是什么 当然如果还感兴趣 第三个你还可以猜一猜 什么人做出来的教材 你觉得如果你叫语言学 或高级中文 你愿意拿这个用作教材吗 用语言学 或高级中文 如果让你去用作教材 你有什么犹豫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乐意的地方 为什么愿意 或者为什么不愿意 如果把它用作教材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缺点 猜一猜 这个教材 什么人做 还可以想想 它跟我们现在 现存的教材 有什么不同 这些 大家有没有任何想法 如果是看学生的人群 如果是对一个 我们讲重要的人群 来讲的应用 严学 那么如果做在这个 放在介绍部分 看片派是可以的 它会给学生一个 非常简明的 而且生动的一个 当你这个语言 关键期的一个概念 对 但是可能只能做个引子 对 谢谢您的肯定 也谢谢您的一个关键词 它拿来做introduction 很好 但是可能有欠深入 或者有欠深刻的东西 或什么 对 它会做个引子 然后引出后边 很生动的 可能比我们 因为我们老师 大学老师 因为我们知识老师 当然就包括我今天来做的 在这里是希望提高我的教学水平 但是可能在实际上 真正的课堂中 我们毕竟是老师 我们不是演员 但是有的时候 所以说 它一个这样的一个 非常生动的呈现 应该比有很多时候 其实是比我们老师 本身的那个样板要好 老师您讲了 我觉得太好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们应该去想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就应该再加一个slide 我们都很好 很敬业 但也有局限 我们不是神啊 我觉得承认这一点 真的很好 非常好 我们的局限包括 不是演员 还有 我们刚才说 进入了电脑时代 进入了网络时代 但恰恰 我们和学生 有一个代沟的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 假设我是50后 50后 我出生的时候 连钢笔都没有 就是铅笔 我是铅笔时代出生的人 后来有了钢笔时代 有了纸媒丰富的时代 到了90年代 有了电脑时代 有了网络时代 到了2010年前后 我们又进入了移动时代 我们跟学生 像我跟学生 起码插着五六个带的代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代沟 技术代沟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要求老师 做这做那 数字化 木刻化 翻准教堂 然后多媒体化等等 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点 老师有局限 有代沟的局限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怎么往回走 要想一想 如何克服局限 首先 我们承认自己的局限 下一步就是怎么克服这个局限 当然你可以说老师你去培训 去上电脑课 去上网络课 去上这个什么flash制作 动漫制作都可以 但我学不了那么多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解法 尽量学啊 能学多少 学多少 尽量能学多少 学多少 然后 然后 态度可观 但是会搞得我们自己 我今天专门讲其中一个解法 就是2.0课程给我们带来的解法 专门讲2.0带来的解法 2.0课程 这个解法是什么 我希望最后我们会提到 解法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足够的提到这一点 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承认代沟 我们学 我们有欣赏多媒体的能力就足够了 我们有评估多媒体的能力就足够了 关键 学生这一代人 做他这一代人 该做的事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我们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评估 而比如说多媒体制作 应该让学生去做个性化的制作 甚至你可以把它说叫做学生制作教学内容 当然一说到这个教学内容 学生制作教学内容 那么又涉及到其他问题了 其他问题 比如说 大家想想如果教学内容 由学生来制作会出现什么问题 质量 很简单 很简单 最起码有个质量问题 刚才说的深度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可能还有更多的问题 包括我们刚才说质量问题 是作品本身的质量问题 那么还有教学质量 保障的问题 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 保障 还有更多的问题 比方说 学生质量 学生制作的教学内容 你怎么使用 你怎么储存 怎么流转 怎么解决 各种学生可能会想到的一些道德问题 操守问题 比如说 有没有偏心 有没有偏这个 亲那个 有没有隐私问题 等等 那么 大家会感受到的操守问题 这些都会成为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我们会回头探讨一下 我再说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讲座要设计的一个东西 就叫学生制作的教学内容 或者学教内容 我再补充一下 那么这个作品 本身就是学生做的 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做的 学生做的 我们说一下 他说我 如果是我去做的教材 有什么区别 第一 我用的教材 指媒为主 我用的教材 是让学生去阅读和收获为主的东西 第二 我用的教材 基本上来自权威 或者来自于外界 来自于书本 而书本的知识 在很权威的同时 倾向于比较老一点 成就一点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教科书 如果是五年前出版的 那这本书很可能是十年前写的 很可能这个作者 他用的是他十年前的知识 那么这本书的内容 实际上已经二十年 架设 那么这个 相比之下 就像您说 比较浅薄一点 但是可能会比较深一点 第二点 我做的是指媒为主 要求学生做出来是多媒体为主 第三点 如果能把作品做成这个样子的话 做成这种传媒的话 它可以存在网络上 可以随时去看 如果我给学生一本书的话 这本书对于学生来讲 它只能在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场合去看 而且还要想到一点 现在的学生 是多媒体移动年代长大的 他们习惯了多媒体 他们宁愿看这种多媒体的 可能也不愿意去看纸媒的 这种双平面的这种材料 他可能不愿意看 所以有优点也有缺点 缺点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可能还有使用问题 说下去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今天要顺便去讲一讲这个评估的问题 我们今天用到的 范文除了这个还可以用其他的 可以有翻译方面的 可以有经济方面的 有这个传媒课程方面的 有应用语言学方面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翻译方面 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 比较 做得比较好 不仅仅是比较浅 可以做入门介绍的一个作品 这是在我看来是我们学生做出来 最好的一个作品 就是翻译方面的作品 口译说错了 我们下期待 真正的成络 最好 我们下期待 跟尤词 开始 开���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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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跳躍著看一看 這個比較長 再跳一跳 對 這部分的定義是最重要的 內容的 大家的表明是最重要 還有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另外一个作品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比较原始 比较粗陋的作品 比方说也放一个吧 放一个中文研究方面的 在我看来这个是比较简陋的一个作品 研究小孩一起玩这样的一游戏 不是位在地上 就是有苦有好 妈妈看到了周杰的妹头 不行 妈妈叫的儿子不能住在这里 妈妈就带着儿子搬家 搬到了一个小床可以找人好的地方 妈妈的妹头就走了起来 这是一个泰国人学中文做出来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三个作品是不同水平的作品 今天表面上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品 但我们要讲到的是一个深刻的 比较全新的教学理念 2.0 大家看完这几个作品以后 我们等一下可以根据这些作品来探讨2.0 那我们说到2.0了 我们真的逐渐进入主题 进入主题以前 我们先要说真的要做成一个2.0课程 需要一些什么必备的元素要达到 大家先来猜个字谜 大家猜这什么字 什么云对不对 那下面那个是什么意思 下面那个什么天旁什么不守什么 把这两个字判断出来了 在我看来 如果能判断出来一个云字 一个重字 并且在我们的教学环境课堂里头 贯彻了这两个字 那么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教学环境 教学理念是真正的现代的 就所谓的跨入了2.0时代 什么叫做云 大家猜一猜 我们说的云是什么云 嗯 看 经常我们在现代社会里头 什么场合下说到云 应该是 就是今天现在用的 包括我们时代的云盘 云盘 云盘 云盘是什么 云盘是个共享的数据的 实际上它就是数据信息或者资料 或者一切东西的存储的地方 它存储在那里 使我们的网络 实时随时成为可能 所以 那么大家就想一想 我们的教学过程 我们的课堂 我们的环境里 能不能用到云这个概念 能不能在我们的材料 利用 储存 分享方面 充分的用到云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字 重 重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的意思 一人为人 两人从 三人重 对不对 但还有一个关键的意思 重 中国人说 重至成成 一起 可以成为 成一件大事 大家看一看 四面八方 看一看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除了课堂以外 已经成为一个 云的世界和重的世界 就假设一下 我从地铁站走过来 看到了数不清的小黄车 这就是一个重的产品 大家在微信上 上网 首先上微信 上微信 一看朋友圈 这也是一个重的东西 什么叫重 以前的媒体 是别央视人民网制造出来信息 你来看 现在是我一边看 一边制造新的信息 我今天去哪了 今天做了什么 今天吃了什么 今天见了谁 今天和谁合影了 今天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儿女怎么得罪我了 或者我怎么对他们好了 我都把它给做到微信上 这个时候 我 跟以前看央视不同 看央视 我就是一个观众 我现在不仅仅是观众 在微信上 我是写作者 我是分享者 我有时候还会 有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观点 我要宣扬出去 比如说这个节日应该过 或者不应该过 应该过 为什么 那么我要宣扬一些观点 那我还是个传播者 同时 我还是个消费者 可能在座有些人 比我更进一步 还是销售者 可能开了微店 上了淘宝 开了淘宝店 那你还是一个销售者 你还是个转卖者等等 你突然会发现 只要你用的是微信 而不是电视 那么 你就是多重角色的一个合体 你看电视是一个角色 你用微信是无数个角色 再看看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吃饭 有饿了吗 什么美团 住 有翼龙 有邪城 现在还有爱比营 对不对 国内叫爱比营吧 Airbnb 你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拿上去租给别人 然后行 有小黄车 然后看 有爱奇艺 有优酷 有什么土豆 网 你在看别人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也在制作自己的视频 比方说我自己就有很多视频 在各个网站上 那么你会发现 哎呀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回头想一想 我们教学的课程里边 我们的课堂里边 用云的地方多不多 如果不多 说明我们落后了一点 如果我们用到重的这个概念多不多 如果没用或者用的很少的话 也说明我们落后了一点 我们继续说下去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座的标题 今天讲座 就包括对2.0以前的一切教学法的一种 反思和批评 和对2.0教学法 教学理念的一种探讨 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讲到的内容 在里头我们可以挑选 红色的 一般是取自于别人已知的东西 蓝色的 基本上是我做出来的一些东西 那么和大家分享 大家先看一看左上角 我先说一点 所谓的课程2.0版 或者2.0课程 实际上是受到网络2.0版的启发 一说到网络2.0 大家马上有了灵感 对不对 马上想到了网络2.0 网络2.0 哪一年出现的概念 大概是1999年前后 2000年由这个Tim O'Reilly 他在拉斯维加斯一个互联网大会上 突然一说这个概念突然就红火了起来 他说了什么 他说的就是以前的网络都是1.0 只不过是把纸媒搬到了网络上 就像把央视把人民日报搬到了网络上一样 渠道改变了 媒体改变了 内容没改变 方法没改变 他说从此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互联网死路一条 在他的理想里头 互联网应该成为一个平台 你会发现这十几年 中国平台这个字很频繁 大家都说这个学校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平台 那个什么公司给了我一个很有用的平台 就是来自于这个人 他说最好的世界 最好的网络 应该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轮番在上面登场 一起把更多的东西给做出来 他对很多人有启发 这个Darcy Dinucci 这个概念是他创建的 是由Tim O'Reilly传播的 你们猜谁受他启发最多 中国 我们就说中国 马云 马云就是2002年开始推广他的淘宝 我还记得2004年 我突然在北京的地铁上看到马云 从此什么买东西上淘宝之类的 2004年 他是2002年开始做 他被这个2.0网络版 启发至深 给他很大的启发 他就想到以前我们买东西是去商店买 我们去一个国企的国营商店买 大家都去一个国营商店买 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商店做成一个平台 以前不可能 现在有了网络 可能了 把网络做成一个平台 你可以上来买 你可以上来卖 你可以上来传播 你可以上来评估 你可以上来做你想做的事 那么突然一讲很厉害这个人 Datsi Dinucci 2000年说出这个概念以后 两年以内他开始创业 四年以后淘宝成型 十年以后很多中国的人 都成为了剁手党 都要成为剁手党 为什么 停不下来 那跟马云一样 还有很多这些什么小黄车之类的 大家猜猜我在这里 Web 2.0 and CNC 这个CNC代表什么 两个关键词 就刚才说的 一个是Cloud 一个是Cloud 我写在这里 Cloud 大家一起把事情给做出来 Cloud 怎么方便大家做 用上了云盘 比如说百度也叫百度网盘 或者百度云盘 那么我们再重新看 什么叫2.0 2.0 关键就是大家一起来做 一起来分享 用在我们学习上 我们考虑一下 有没有可能一起来学习 我们一边想 大家一边想一想 等一下 继续讲下去 大家一起做什么 学什么 学生内容怎么用 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下面继续讲我们的教学 在讲教学以前 我们先对 课程 教学法 课程设计 做一个定义 这也是我超来的一个定义 但是我比较喜欢 Cliberts 1989年 他说 一个好的课程设计 应该考虑到四个关键的元素 四个关键的环节是必须考虑到的 第一 欢迎大家照照片 如果你懒得照 我等一下我把PPT留在 还不行 这是我的 我发给张老师 他可以 你们问他要好吗 我已经发给你了好像 已经给你了 那你可以分享给大家 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PPT 你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发给你 第一个 要首先确认教什么和学什么 说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 我们今天提供信息为主 我们经常都说教学教学 教育教学等等 现在风向改了过来 我也希望国内也有大学去专门去做这个 做什么 做两个 第一 国际上把教学 很多人开始把它改了过来 改成学教 比方说现在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的这种联合会 叫做学教联合会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cholarship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我们以前叫Teach and Learning 教学 教在前学在后 现在大家更注重的是学和教 刚才张老师介绍我 专门提到我的一个奖项 你也会发现那个奖项叫学与教 因为风向改变了 大家更注重学了 第二点Action Research 行动研究法 国外国际上把很多学科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Action Research 这个叫做行动研究法 四五十年来还没有成行 一直都有人在探讨 我觉得缺乏一个强大的学校在后面推它 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哪个学校专门搞Action Research 和教学法 我觉得应该有作为的 那么这个是题外话 说了就行了过去了 第二点 环节 刚才说四个必备的环节 第一个教什么学什么 第二个 交给谁 谁是学生 这一点很重要 像我们现在的学生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们是九零后 很快就是零零后了 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老一套 可能不那么灵光啊 还有其他的 现在中国的学生都是 比如说天之交子 都是比如说北大 北师大 人大 附中出来的学生 本来就已经天之交子很厉害了 我们再怎么去教他 这些都要想清楚 当你想清楚了教谁以后 你可能就需要想下一点 方法 比方说我在想 如果让我教北师大附中 或者人大附中出来的学生 我用传统的教学法 肯定不行 肯定不胜任 肯定让学生逆位 但是我用他们中学老师的方法 也不行 因为毕竟进了大学 那种造本宣科 大量的做习题 在大学里头也行不通 所以真的要思考 怎么去教这批天之交子 最后一点 环节 我觉得是我们绝大多数课程 设计者忽视的 就是我们教的课程 和学生曾经学过的课程 有什么关系 我们教的课程 和本大学整个氛围有什么关系 我教的这个课程 和其他院系 兄弟院校 教的课程 有什么关系 在广而论之 我教的课程 跟现代这个社会 有什么关系 你再看一看 你看中国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一线城市 在我看来就是世界上 发达城市 如果我们用的方法 还是十年二十年不变 我觉得有点愧对现在的学生 所以这一点 这个关系非常重要 再一个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学生 教成什么 实际上在这里 我还要补充一点 这是我很想在国内各个大学 或者教育部门去讲的一个课题 但没有人欢迎我讲这个 为什么 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在里面 我要说的就是五年以内 十年以内 这个世界在大变 会一个急剧的变化 我讲的最基本的表征 欧洲国家 地中海国家 现在百分之三四十的失业率 是很正常的 欧洲 一个所谓的富裕幸运的国家 它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口里面 失业百分之四十的人 它说明一个什么情况 说明这个世界变了 这个社会变成一个信息化社会 技术化社会 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了 甚至你再推论下去 我们将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失业成为常态的社会 教育已经不是以后 失业成为常态以后 我们的教育很可能不是教会他们一个谋生的技能 我们教育的整个思想要改变了 因为在某些国家现在开始推行终身教育 它不把教育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 它把它当作一种度过生命的一个方法 变成了生活方式的教育 就像我们四川人很会打麻将 打一辈子麻将没问题 它在很多社会里可能读书读一辈子也没问题 但你要当你这种思考的话 那你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都要改变了 就已经不能再是传道授业的那种教育了 就已经不顶用了 我说到澳洲吧 有几个行业已经彻底崩溃了 一个就是传媒 我也不教传媒了 十年前二十年前 学生问我我毕业了研究生读什么 我经常会说你现在读的这个不需要动脑筋 我建议你去读传媒吧 学点理论去 现在再也不敢说这句话了 现在是害谁才跟谁说这句话 另外一点 澳洲一半的会计工作没了 以前出国都想学会计 很多家长跟我说 要我的小孩来读会计 这几年我说千万别读会计 因为会计我们personal income tax 已经不需要人来做了 都网上做了 很多人移民说 我出去我啥都做不了 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算算数 去那个supermarket去收银去 那我告诉你你也会失望的 澳洲这个无限金社会做到了什么程度 做到了连超市都不需要收银员了 自己拿东西自己去算账 下一步我听说 杭州很快要推出 无人受货超市了 所以你想一想 我们自以为存在的很多行业以后都不在了 教育也要改了 说到这个以后 说到这四个基本环节以后 那么我要回头批评我们以前的教学法 2.0课程这种理念出来以后 我把以前的一切教学法都归类于1.0课程 实际上这个Dinuti也是这样做 2.0网络版概念出来以后 他把以前的一切网络都叫做1.0 所以我受他启发 我把以前的也都叫做1.0 这是我对一个传统的 经典的1.0课程的一个批判 我把它用图表表现出来 这个是我表现出来的一个1.0的图表 一个图 一个图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基本上 位于整个教学课堂环境中心的 这个实心园 就是我们教师和我们的教学内容 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等等 它是固定的 它是一个成型的东西 我们在中心 我们是教学的中心 学生跟我们学 学我们想教的知识和理念和标准等等 那么学生在哪里 学生就在外面 无论你怎么排 安排这个教室的座位等等 但实际上 学生就是边缘人物 他来到教室 带着一对耳朵 带着一支笔 带着教科书 带着课本 带着练习本 他就是来学你要教的一切东西 我们就是传道授业 答疑解惑 或者我们师到尊严 我们在中心 我们怎么评估 学生的学习结果呢 我们传统来讲 叫做应试教育 或者标准化教育 标准答案教育 他标准答案 中心思想或者标准内容 获取的越多 他的成绩就越好 如果他获取内容 或者获取知识 或者能力越少 他的分数就越少 基本上 我用几个弧 几个圆弧 来表现出来 学生的学习的程度 离标准越近 假设这个学生 你教的一切东西 他都 背下来了 记下来了 理解了 消化了 把握住了 掌握好了 而且又可以再表现出来 那么 他离标准已经无限接近了 这个实现表明 他的学习成绩很好 他达到了我们所谓的满分 他完全接近了标准 达到了满分 假设另外一个学生 他接近标准 他接近标准 没有达到标准 他也学到了很多 也掌握了很多 也消化了很多 但出于某种原因 离标准的标准 还有点距离 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给他一个U 如果一个学生更差一点 我们给他一个量 像这些勉强量 如果还有学生更糟糕 连量都没达到 离标准还很远呢 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及格 及格的分数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典型的 经典的这种叫传统教学法 教师中心教学法 但是它有几个缺点 实际上先说优点吧 大家说一下 这种教学法有什么优点 这种环境 1.0环境 教师中心 教材中心 内容中心 它有什么优点 基础性的教材中 这种方法 可以非常准确地 强达出这个 学生的核心 对 它可以掌握 起码在教学质量上 可以保证一种标准水平 一种标准门槛 学生达到了 我觉得这在我们发展中国家里头 很有效 特别它在短时期里头 像我们说 学文化那以前有个标准 每人要掌握六百个字 或七百个字 那学文化就成功了 算数掌握了加减成足 你就成功了 这种它的标准化教育 保证一个最基本的知识的掌握 和吸收和消化和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 很多原来没有文化的人 突然把它培养成 一个有文化的人 它可以去胜任流水线上的工作 那么这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工业化城市 或者国家需要的一种教育水平 非常好 我再回头批评一下西方教育 西方教育 无论它多好或者怎么样 它有个缺点 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庸人教育 就陆陆无为那个庸 庸人教育 西方大多数人 你只要跟着一起成长 慢慢成长就好 如果你是很精英的话 你最后进入一些什么 什么这个疼那个疼的学校去 再去深造 变成很精英的人才 但是 如果你不愿意学 我也不强迫你 反正你就是个庸人 所以呢 美国的详细的数字我不知道 澳洲中学高中毕业以后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基本的文化水平都不具备 比方说不认字 或者不会算基本的算数 你去澳洲麦当劳买东西 如果这个是五 五块 如果这个是四块一的话 你绝对不能给他五块一 让他找你一块钱 因为他算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庸人教育 你看我们中国孩子去 你给个五块一 他马上找你一块钱 很快 我们这种基本教育 我觉得质量是有保障的 西方庸人教育 没保障 他的优点是 我比较喜欢美国的一个概念 叫做College 叫Community College 叫社区学院 你学完以后相当于大学 一年级二年级接着再去学 但是他一般的人 你就在社区学院学好了以后 你就跟着大家一起长大 最后拿到一份工作 挣个一两万两三万三四万美元 年薪跟着又去生儿育女 再培养下一代就行了 没有太高的志向 你问他有什么aspiration 他没有aspiration 今天好好过好好吃好好玩就行了 不像我们的学生 我觉得我们很多学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 还没有 那么我们说完这个优点 他有基本的标准化保障以后 我说一下他的缺点 等一下这些缺点我都要说 但我说他一个最根本的缺点 这里没写 他不适应一个未来的 这种思想型的社会 中国走到今天 我觉得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这种 原来的这种远大目标 下一步是要变成一种文化强国了 我觉得 这种教育 不太擅长 对文化建国 建一个文化大国的 我觉得他的功效有限 他的帮助有限 因为他讲究的是标准教育 你出来的学生可以进 好的学生可以进淘宝 百度 腾讯 大多数的学生只能进各种 比如说东莞的加工厂 流水线或者是这些餐馆等等 他对人的心智发展 没有太多的帮助 这个批评说完以后 我说他四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 向心 大家都在学同样的东西 都在学我们所谓的中心思想 中心内容 标准内容 问题是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无限的大 无限的丰富 无限的多样化 无限的变化 你还得学一种向心性的东西 很成问题 第二点 标准化 我说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前现代社会很注重标准 现代社会很注重两三种标准 但我们现在逐渐进入一个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的标准是无限的 多样化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或者每个行业有很多种不同的标准 但是这种教育 它只讲究一种标准 标准答案 这也是一个问题 但最大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收缩性 这个收缩性 当你看大家都在向标准靠拢 向中心靠拢的时候 它不可避免的 它在收缩 但你看我们这个世界 每天都在膨胀 我们这个社会的可能性每天都在增加 但是这种教学的效果是收缩的 它跟世界背道而驰 相背而驰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 不能出生入死 不能一出了教堂 课堂 变成一个伟大的丰富的世界 一进入一个课堂 就变成纸墨的世界 书本的世界 就那么一点点标准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介绍 两一个人的说法 有一个说法 我看一看 这个是1967年一个人说的 当时这个世界还没有网络 还没有个人电脑 他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 他批评的是美国教育 他说 在六十年代 你进入美国人的家庭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家庭影院 为什么 里头有音响 有电视机 有录像机啥都有 孩子看的是一个多媒体的 多影像的 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但你 一进入教室 马上回到一个19世纪的一个环境 然后 教室里头 传达的信息 都是 什么叫Scare 就很有限的那么一点信息 然后呢 都被排列的非常的 就是 次序井然 然后呢 碎片化的一点知识 然后被 他意思说 外边是一个美好 丰富的世界 一进入课堂 变成一个很贫乏的小世界 他觉得这个是教育最大的问题 后来 刚才 引用 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个话 被这个 引用这个话的人 后来他自己又说了一个 这个叫Michael Welsh 他到2007年 自己前面引用别人的话 现在这是他自己说的话 还是批评美国的教育 但我相信 这实用于各个国家的教育 他说 我们关于信息的想法和判断 在过去的三年里头 已经天翻地覆的改变了 彻底的改变了 但是 我们现在教学的内容和方法 还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没有改变 他说这是教学最大的问题 我也认同这个想法 应该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改变了 改变什么 改变下一个就是2.0了 等一下我马上要讲2.0 讲2.0以内以后 以前我先说一下 1.0到2.0期间实际上有些变化 大家在做出来各种东西 比如说木课 比如说翻转课堂 比如说还有各种教学法 针对问题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 学生中心教学法 什么communicative 那个叫交际教学法等等 等一下我要说这些教学法 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 并没有进入2.0的水平 等一下我要说 那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木课怎么样 北师大有没有推行木课 有没有推广木课 有吧 木课你们觉得改变大不大 改革大不大 跟传统教学 在传播手段上有改变 对不对 在presentation上也有改变 比方说以前是面对面 现在变成了电脑制作 然后放在网上 大家随时可以看 解决了部分问题 但是现代教学几个问题 它没解决 第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没解决 而且减少了老师和学生的互动 也减少了学生之间的互动 这是木课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他没解决 我们刚才说的 向心标准收缩教学 他没改变 他还是教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标准 他没改变这个 第三个问题 如果说 我们现代教育 推崇个性教学法 拓展型的教学法等等 他没有解决评估的问题 你怎么评估不同的教学效果 不同的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是木课没有解决的 在我看来 木课把1.0课程推向了极致 所以我在我的学校里头 是强烈反对木课的 那么领导问 你不喜欢木课 你有什么新的方法 那么实际上就领导对我的质问 推动我设计出来2.0课程 下面讲2.0 很快讲2.0 现在先说一下 这个所谓的交际啊 问题啊等等 也没有解决问题 但这个今天不是主题 我先不说 先说2.0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1.0的话 如果让你用一个图形 来表现2.0 我们今天已经说了2.0的一些 基本的元素 要有一个cloud 要有cloud 要有学生内容的使用等等 用2.0 用一个图形 来表现2.0 你会怎么表现 马上大家看一看我 画出来的2.0图形 我希望2.0可以完全颠覆1.0 我希望2.0可以有助于个性化学习 我希望2.0课程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我希望2.0环境里头 学生之间的互动 和老师学生之间互动 可以最大化最优化 我希望到了一个典型的2.0环境 有一个新的评估手段 可以让学生学不同的东西 有不同的评估 换言之 我们先说评估 1.0的环境下 假设是一个百果园 里头有香蕉、苹果、龙眼、柿子、柚子 我们希望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来评估一切水果 让它们都变成苹果或者都变成鸭梨 因为在我们看来 不可能把不同的东西做一比较 所以在1.0的环境里头 大家都要变成统一的好水果 那么到了2.0 我希望有一种新的评估手段 可以把鸭梨、苹果、香蕉、橘子、柿子 放在一起比较 而且是一种公平的比较 大家想想有什么办法 马上我们就要看这个 这个就12.0 我刚才说 我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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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那么我基本上用这个图表表表现出这种希望实现的一种结果 比方说 我说要彻底颠覆1.0 那么这个颠覆1.0 1.0 箭头是往内走的 是标准化的 是向老师靠拢 向教学内容、教材、中心思想靠拢 到了这个 它是外向型的 是扩散型的 是拓展型的 而且 它有个好处 大家搞教育一定听说过一个教学学者叫做皮亚杰 一些心理学者 一定听说过一个社会教育学家叫做德威 他们都有个说法 好的教育 是由内向外的 不好的教育 是灌输型的 是由外向内的 那么这也体现了我一个理想 由内向外的 拓展型的 我还说 我还有个理想 学生学为 成为教学 环境和活动的主体 刚才1.0学生在外边 现在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他跟老师一起来学 而且 他们是平等的 计计一堂 一起来学 但关键的是 他们一起学 每个人在学自己个性化的东西 大家都在向外拓展 我还有说有个理想 这个教学要跟世界一样 是拓展型 无限型的 以前标准化是内向向心收缩 现在这个是无限型的 甚至比如说有个学生他真的很好 他可以超越这个课堂本身 内容本身 我还要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还要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没进来以前 这个课程内容已经准备好了 学生进来以后传播给学生就行了 在我看来 另外一个2.0课程是不固定的 可大可小 你做的好就很大 你做的不好就很小 你是这个课程内容和学生学到的东西 是你和学生一起做出来的 做的多做的好 课程的效果就很大 很好 否则就不好 我还说到一点 我希望一个好的理想的教学氛围和课堂 它是学生中心个性化个性评估的 可以让苹果 鸭梨 波罗 柿子一起学习 然后你又给它公平评估的 下面我就专门来讲一下这个评估 我先从图形上来讲 然后我再说这个实施过程 大家在这个图 图案里头 你可以看到两个 你可以看到一个 这些叫什么箭头 每个箭头两条线 一条虚线 一条实线 评估的结果 在实现的末梢 这个端头那里 尽头那里 这就是我所谓的方案评估法 或者个性评估法 或者白果评估法 传统一个教学课堂里头 有百种水果在里头 我把苹果跟鸭梨比 会比较尴尬 不那么公平 所以我会设立一个统一的标准 大家都要达到我这个标准 但到了2.0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我把它叫做方案评估法 其中一个虚线 一个实现 虚线实现 我们先用这个为例子 虚线 代表学生设计出来的学习方案 和他承诺的学习效果 学生说我要学到什么东西 我要做出什么作品 表明我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再不同的和他去讨价还价 你说你可以学的更多 如果你愿意学的更多 我可以给你更高的分数等等 你定下来一个指标以后 我把它叫做协议评估法也可以 你跟学生不断的协商 定出一个标准 然后学生把作品做出来 假设他承诺什么 做到了什么 那么他要多少分 我给他多少分 基本上他进来他说 老师我想拿个U 为了拿到U我要做到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只要他做到我就给他 假设有个学生 他说我要做到这个这个跟他一样 也要做到那么多 比较 那别使用 但通过你和学生的协商 通过你学生的鼓励和帮助 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 他做得更好更多 那么你告诉他 很好 我觉得你做的作品效果 超出了你承诺的东西 我给你更高的分数 假设有学生 他说我进来 我就是为了奔满分而来的 我要达到这个效果 但第一没有能力 第二没有付出 没有付出这种努力 第三表现不好 或效果做出来没做好 那么他做到什么程度 我就给他一个什么分数 那么这就是一个较低的分数 这就是我所谓的白果园里头 每个水果按照自己的水平去评估 希望苹果成为更优秀的苹果 压力成为更优秀的压力 我现在讲到这个肯定很抽象 大家先说有没有问题 学生内容怎么用 学生内容怎么用 非常好 实际上学生内容跟评估也有关系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学生内容怎么用 我先说一下 我先说一下 实际上在有些课程 我用的几个课程 在翻译和传播课程里头 用这个教训法非常成功 但是在高级汉语里头 用这个教训法很不成功 大家猜一猜 为什么很不成功 在高级汉语里头 高级中文里头 用这个很不成功 为什么 大家猜一猜 有没有想法 我是来自一个工程性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相当于中国的清华 在我们国家 相当于清华一个工程大学 它里头学任何学科 特别工程医学法律的人 都很优秀 学语言的通常是混分数的 所以你让他做东西 他说老师你就讲吧 你讲啥我就学啥就好了 他不愿意做 你让他做多了 他的反馈就很糟糕 然后你激励他做的话 逐渐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但学校也会来为难你 学校说你这个班还可以吗 我要给你加人 从三十加到四十加到五十 后来一个高级中文班 变成七十人 我这个就很难教下去了 因为要用很多学生作品 当你用到学生内容 把学生内容 用作教学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利用和使用学生内容 以前一本书 教科书 北语编的高级汉语 你就可以教下去了 现在无数的资源 你用起来很麻烦 第二点 学生互相不服 我的学生里头有老外 真正的洋人 有亚洲人 日本人 韩国人 什么印尼人 马来西亚人 泰国人 有中国的人 我们叫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还有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就混进去的 一个中文课 十二周 每周三节课 交的学位大概是 我想想可能是 三千多四千澳道吧 大概是两万人民币 我就不理解 你跑进来学什么中文 你北京来的孩子 你学什么 他就是要混分数 所以这些人进来 他就不给你好好做 所以这个学生的内容的使用很关键 基本上学生内容 我在讲 就像刚才的那三个学生内容 做学生内容 有几个假设 第一 学生通过制作内容 来学习知识和能力 比方说 刚才那个应用语言学 他可以学到应用语言学的 一些基本知识 第二 他可以提高能力 我们 比如说我们教学 现在很讲究多媒体能力 学生只会中文 不行 你还会多媒体 他通过这个制作出很多 多媒体能 他提高了多媒体的能力 第三点 他制作的内容 比较适合同伴学习 为什么适合 因为我的内容都比较老 比较理论化 他们用的是自己的内容 比较好用 还有其他的优点 他们经常做内容的话 会小组团队一起做 会增加很多互相学习的机会等等 但是缺点也很多 就像我刚才说 您刚才说质量难以保障 第二 规模太多 信息太多 不知道怎么用 我把它分成三种 在一个课堂环境里头 我感觉 比较理想的班级规模 最好是三十人以下 假设三十人 你分成三人小组 有十个组 那么三个人一起做 每个人做自己的东西的情况下 那你每个小组三个人 可以做三个作品出来 做三个作品 我把它叫学生内容 他们在制作 互相观赏 互相评估的过程中 学到了基本的知识 甚至学到了听说读写 甚至也学会了团队合作 那我们就达到 达到我们的要求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已经可以给你五十分 到六十五分了 就及格的分数了 你就在小群里头去 分享和学习就行了 但是我要求你 小组里头要选出一个 可以提升的 可以到班里去互相学习 那么十个小组里头 你假设三十份作业 每个小组选出一篇的话 你就排除了三分之二 对不对 那你三十个作品 就排除了二十个作品 二十个作品得五十到六十五分 十个作品就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在班里头学习了 就这些作品因为做得比较好 对其他人有启发 我们把它放到储存到云端里 大家都可以拿来 拿出来调出来 收看 学习 评估 评分 这个我把它叫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ntent 它在全班里头可以分享和学习 其中最优秀的 我会跟他讲 我说你要的就是七十五分 我已经给你了 或者八十五分 我已经给你了 但我觉得你这个作品 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你愿不愿意重新做 提升它的质量 你愿意提升它的质量的话 我会给你更高的分数 其中有些学生就说 我已经满足了 就是一个语言课程嘛 你给我七十五我已经很高兴 但也有学生说 只要老师你愿意给我八十五 我再做一遍 他又把它重新做一遍 这个是我就把它叫 Teachers Content 或者Teaching Content 变成教师内容或者教学内容 我也跟他签一个协议 我说能不能让我明年 继续用你的内容 或者我在其他班里用你的内容 你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选出来精选的 大概三十分里头 二十分在这里 四五分五六分在这里 三分四分在这里 变成精华 而且我有个信心 这个精华 只要你2.0课程做下去 这个精华做到三五年以后 比你自己能找到的一期教材都更好 就像我刚才说翻译那个教材 这个教学或者教师内容就变成了一种 学生做出来的精华内容 实际上他反过来对学生也有刺激 也有帮助 怎么个帮助法呢 那我说一下 我刚才说到 理想的2.0课程 反反服务就几个关键词 cloud cloud和student content 是为什么有student content 是他们一起做出来的东西 那么我把最好的内容 存到云端上 存到云端上 我还写下我给他的反馈 这个作品达到了什么什么要求 然后没有达到什么什么要求 所以得到多少分 我把这些链接 学生一进来 我们学期大概13周左右吧 一进来 头四五周 已经不是教学了 就是讲课程设计 怎么完成作业 怎么看范文 我把链接都提供给学生 学生自己看链接 他一看 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下一步就来跟我说 他说老师 这个课程我想得80分 我说那你应该看什么什么范文 他就回去看范文 他看完范文 他就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 这个教学学生的内容 实际上是学生做出来 大家一起做 做出来 然后存储到云端上 然后又可以督出下一届学生 继续去学习的一个范文 这也就是说我充分地运用到了 cloud 和这种student content 不知道没解答您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关键的一点 学生个性化学习 学生每个人都通过做作品来学习 然后你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已经不再是教内容 而是组织学生做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关心教师的角色是什么 教师的角色是什么 我前面说到 我们教师也有自己的局限 我们是很好的教师 在1.0时代我们可以造本宣科可以教得很好 但到了2.0网络时代我们已经教不了原来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的角色要改变了 我们不是演员 所以我们不去做演员 我们让学生来做 我们有技术代沟 所以我们不做技术性工作 让学生来做 我们只是我们通过我们多年的成长 成熟职业修养 我们培养出来一种审美 或者评判的功能 或者理论的功能就行了 我们能评判学生就行了 意思是我们以前的角色 现在不适应我们就不去做了 让学生来做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组织者的角色 学办的角色 或者导学的角色 您刚才说学生作品深度不够 我们在一个理论上启发学生的角色 关键的一点 我们是一种 跟学生 是一种 谈判对手的角色 我们鼓励学生不断地学得更多 学得更好 给他激励的 我们要不断地抬高价码 让学生学得更好 这个角色 还有一点 我们是评估者的角色 这些角色都很重要 但我们已经不再是制作内容和教学的角色 我们跟学生一起来学 一起来制作内容 您再说 我觉得教师的角色 我不是特别赞同这个谈判的 我还是觉得教师 中国有一个先生引进门的学艺在自身 对 学生教师 特别是大学教师 还是为什么要有眼光 要有眼界和眼光 对 他就是说 应该除了他是激励者 组织者 评估者 但是我是觉得 一个关键的角色 他应该是一个 还是一个引导者 就是说他在某一中还是要超越学生的 他这个球员的排球教练一样 他在排球打不见个比 对于他还好 但是他一定有眼光 对眼光 而且是理论性的眼光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真的要 就是说 实际上 我们通过我们多年修养 我们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理论眼光 去引导学生 你能不能 你 比如说他做的某个作品 你可以指出来 你的理论上有什么缺陷 你要改掉这个理论 或者提升这个理论 或者补充这个理论 或者补充数据 这个肯定是要做的 所以呢 但是关键的一点 我说一下 我觉得一个老师 已经不应该是一种 叫做教学者了 应该是一种 在我看来 以前我们叫做教师 或者灵魂工程师 或者什么 在我看来 老师应该承担一种 叫做导学 导学的角色 就导着 就像导演 或者引导去学习的角色 包括在我看来 在我的教学里头 我包括连很多术语 我都在改变它 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术语 我在想办法全部都改变它 希望在我的学校 在我的课程 教学活动里头 我以后再也不用 教学 教书 教课 教导 教授 这些字眼 再也不用教学计划 教学 大人教学目的教学要求等等 我都可以把它改过来 比如说考大家一下 学习成果 我们现在学生做的都是作业 我对这个词也很 越来越反感 为什么 作业 这个词 你就解这个字的话 它就是一个简单体力 重复 积累的过程 都是室外动所谓的 这种叫做劳力型的工作 叫作业 比如说农业 工业 室外作业 或者佛教的那个业绩 那个业叫灭障的那个业 你要不断积累 善业或者恶业 这都是简单重复的结果 在我看来 我希望可以把这些全部改掉 教学 教书 教课这些 我觉得应该变成学教了 变成学习了 刚才说的作业 起码你应该变成作品或者项目 什么叫品 品质 品味 做出来东西拿来品尝的 在我看来 这一切东西都要改 比如说最后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教学人员 这个教师 导师 教授 先生 教书将等等 我真的不想自己变成一个教书将 就是一辈子就拿一本书去教 我希望我变成的是导学 学者 学人 这个学人 学者既可以包括老师 也可以包括学生 我希望可以取代这在课堂的氛围里头 取代这一切的数据 自己变成一种导学 为什么想起导学 因为旅游有导游 购物有导购 但是以导购为例子 客人 消费者还是主体 由他来决定买什么 但你给他提供引导 我作为老师也是 我引导学生 但是学生学什么 或者他最后得出来什么答案 做出什么判断 由他自己来做 我希望学生和学生之间 就同学 学办 学人 学者 研究生 学生等等 我希望连这个术语都彻底改变过来 改变过来就变成一个2.0了 在我看来 当然这是理想 有些东西可能你在跟现实的接触 交往互动过程中还是要实际一点 也有可能 所以在我看来 这个本身都要改变 再说到这个刚才的学习内容 在我的教学里头 我再说下去 实际上 我还是有自己的教学内容 但是我没有教科书 我会指定多少本书 让学生在里头去寻找答案 或者我指定多少本篇论文 让学生去看 但这些我不一定讲 主要去分析 主要我讲的内容 还是成为教学内容的学生内容 就是学生做出来最精华的东西 我通过评讲 分析和评估的过程 来介绍新的理论 讲新的做法 讲更好的做法 讲更好的知识和结构等等 会讲 但不多 我希望有朝一日 学生做出来的教学内容 会成为我课堂内容的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在我看来 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有问题还可以继续 我说这个就是学生的内容 因为我的课堂里面 学生内容 我是把它做到百分之三十 不会超到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一般课程里面 您是说 学生内容可以做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这个有这个根据特定的课来看 对 确实 实际上我的指标 很多指标来自于语言课程 比如说我在中国教语言的时候 我在广外教书原来 基本上就是照本宣课了 学生跟我读了 以前有本书叫Follow Me 跟我读 跟我学 基本上就是大家跟着我学 我后来有一次 我在国外读这个 ISA Certificate in TESOL 有一个指标让我非常震撼 它说一个理想的课程里头 语言课程 学生讲话应该达到百分之九十 就学生使用时间 假设一节课是六十分钟的话 那百分之九十就六九五十四 一个理想的课程 它五十四分钟交给学生利用 老师只利用百分之十 那就六分钟 但我后来想也有道理 那是语言课程 语言可能就要多讲 但是我 所以呢我到我其他课程 我觉得这个指标也就有点妥协 变成百分之七十八十 而不是九十 这个我自己想 实际上我说我的理想七八十 我现在也没有达到七八十 可能一半以上肯定有 但我希望三两年以内可以达到七八十 甚至更多 人总是要有个理想吧 但是国外做这件事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所谓的教授智学就是 你招一个人进来 这个人他要对这个课程的设计标准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大纲 完全他一个人负责 就他不需要考虑教育部 或不需要考虑大学任何东西 就你负责就行了 我用你 因为我信得过你 我信得过你 所以就用你来做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推出这个 也跟这种氛围有关 我在这个大学教书二十七年 没有用过任何教材 即使以前一点零也没用过教材 因为他这个大学就不讲究用教材 他就认为你教材就应该老师自己编出来的 我现在就把它变成学生编出来的 学生编出来有个好处 就变成多媒体和数字化 我编的话就纸媒为主 其他问题 任何问题 我觉得在这种课程模式里面 老师的角色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就是比如说你最开始 你跟学生协商他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学生他为了达到一个高分 他本身的定的目标就很低 他达到这个目标他是可以的 我先说教师的角色 确实 我觉得我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 教学进步不是意味着教师角色的矮化 绝对没有矮化 而且未来的社会里头绝对不需要造本宣科的老师 绝对是第一个实业的 造本宣科的老师绝对在欧洲是第一个实业的 所以我们的不是矮化是高化 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一种教书匠的角色 我们有更多更复杂的 包括一个专业角色 包括协商者 谈判者 引导者 包括心理学家的 您刚才说第二个问题 学生为了达到分数不择手段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个标准 其实反而我觉得还是有老师定的 就是决定权是在老师那 所以这个学生 因为他定的这个目标 他是跟你学生 所以这个标准其实是在您那 所以我就是想问的是 就是其实在这个课程模式下 所以我说就是老师的那个角色 其实是特别这样 因为你的定位 所以决定他的定位 他其实还是根据你 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这个课程假设是一个经济学 那他必然有经济学本身的要求 对不对 所以老师引导这个标准的确认 也是有合理的 首先说合理性 第二点 也不能完全说是老师定的 实际上学生进来 他说我要得85分 你是根据他的理想 去给他制定他的学习要求 假设一个语言课程 你是中国来的 那我一定会说 你要做的这个作品 我可能不仅仅要求你的中文讲得好 还要求你的多媒体很好 为什么你要学新的东西 否则我不会给你85分 所以跟学生是有个协商的过程 学生可以说 那我就是来混分数 你给我60就好了 我说刚好 我这个班太多了 很多人我照顾不过来 如果你 就想要个50分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做完 我就给你50分 你来不来 我都不关心了 我的重点就放到其他 关注点 放到其他学生身上去了 还有一点 也不是由学生或者由我来决定 是由范文来决定 学生进来首先看范文 范例 就以前的那种作品 样板 样板上都有分数 有反馈 学生告诉我 他说 我想做什么东西 想得多少分 那我就说 只要你能超过那个 那个拿85 你做的比他好 我就给你85 所以它是一种 多种影响下的一种 协商过程 这种要求会要求这个 会导致这个作品 样板越做越好 学生知道 只要我能超过这个学生 我就得高分了 在一个评估 评估实际上 也我今天是简化了 实际上你可以通过评估来引导学生 我今天因为是讲座 只能简化 我可以增加一点内容 比如说评估 我经常用的是一个叫Grid Assessment 你经常可以告诉学生 50 我们是50几格到65 64吧 65到74 75到84 85 85 plus 你可以在这里提出最基本的要求 比方说你在这里说 你可以提出来 要对某种理论 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表现出来 要使用一种最基本的传媒 比如说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最基本它 反正也就50分嘛 他用了一个 你就用纸我都可以接受 假设用纸画个图 我都可以接受 对不对 然后 我都可以接受 假设是一个语言课程 你要表现出最基本的中文的写和讲的能力 或者你可以四个能力 你说听说读写里头 你要表现出三个或两个 有一个最基本的引导 60 到了 到了 更高的时候 更高分数 你可以说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这个时候你要得65分以上的话 我要求你最起码要对两种理论有所认识 其中包括对其中一种理论有所批评 那就是一种引导学生了 下面你可以到了medium 你可以说use of 你可以不断地提叫做加码提高门槛 use of two media including比如说其中有一个 including video 在这里你可以说 你起码要使用到两种媒介了 而且我会要求你其中有一种媒介 是视频或者是卡通漫画 你会发现刚才有学生的作品在这里 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学生用了无数种 他就是为了得到很好的分数 刚才一个我看看在哪里window 另外一个你看这个他还用到了也用到了漫画 就他用到了别人的视频 也用到了自己去画的 这种手工美术等等 那这个就叫两个了 对不对 你可以通过这种要求 硬性指标要求要让他的作品越来越进化 所以学生实际上讲到下一点 我还要很重要一点 这种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法教学 在我看来 现代社会应该变成契约社会 就中国说的诚信社会 你说什么要做到什么 所以基本上学生只要他说要得多少分 我说那你要做什么 他同意了 那你就要做下去 你说到啥你要做到啥 变成一种诚信的这种谈判过程 变成一种契约法的承诺要做到的过程 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我觉得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觉得国内尤其需要推行这种教育 而不是那种宣誓型的我要做什么 最后没有人管你结果 这种我觉得不好 这种直接把它表现在分数上更好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那些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现在在那个常识所做一些 关于那个西姆教育的一些 什么叫西姆教育 西姆是现在的美国 它是新系的一种科学教育 然后我在常识做一些研究和实践 然后现在在做一些课程研发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你先讲这个模式对我启发很大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资料可以推荐在学习呢 什么你说资料是什么资料 什么类型 可能就相对于偏向于有课程研发设计的一个 我先说另外一个问题吧 那我就先说 既然提到这个 今天就是为了分享 所以我实际上我讲座很多 跟大家分享一些讲座的视频链接 我讲的大概有五六个方面 比如说有学术方法教学法 语言及翻译研究 实际上我讲教育经济学 还讲未来的生活方式教育等等 但后面两个没有人想听 所以我就没列出来 制造这种学术方法的讲座 这里有四个 实际上我大概有十个 在这里有四个已经剪辑出来了 一二四六 我也留在这里 或者我发给张老师 你们就不需要拍了 第二个就跟翻译理论 在座估计没人搞翻译 所以我们就不说了 这跟教学法有关的五个视频 其实有工作坊 有讲座 有等等 那么你也不需要拍 我都传给你 你要拍也行 你要拍也行 那么这是一些数据 如果一些资料 一些资源 如果你对发表文章感兴趣的话 我第一个讲座 我看一看 这个是2015年 14年在上外开始讲 在国内大概讲了几十个次了 2.0课程 讲的多 写的少 但是目前也开始出现文章了 2015到现在两年 开始出文章了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文章 你跟张老师反映 叫他问我要 他有我的方法 然后我就传递两篇文章给你 有两篇国内 一篇国外的 已经发表的 实际上你给我另外一个启发 还要说一点 就action research 现在大家做大学老师 教学压力大 发表压力很大 我觉得一个解法 就是把教学和研究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研究自己教学 比研究这个世界上 跟自己无关的东西要 有用的多 而且有效的多 你去研究什么 哈萨克斯坦 我看我有些同事 正在研究哈萨克斯坦 一带一路的法规方面 我说你对哈萨克斯坦 你都没去过 你研究那个 能研究出什么 他就去百度上去找 然后去西方的那个网络上去找东西 给他拼着在一起 我说你这等于坑害国家 真的 那还不如研究自己教学 把自己的教学 变成一种研究的过程 设计的过程 一边设计 一边实施 实施的效果评估出来 当你做多了 他就变成一种研究 就变成一种研究的规律 而且也变成一种 说不定有一天 就变成了研究的论文 说不定就能发表 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赞赏 有没有其他问题 任何问题 还有问题就问 不要紧了 可以简单说一下 没问题 谢谢 我记得您听的一句话 说的一句话叫 班农文教 想听听您对这个传统 所谓的现在层出不穷的 这种新教法 我先说一下 这个 这个 您刚才说交际教学法 我把它视作一点点的 一点五教学法 因为它的想方设法进步 进步到学生中心 它也经常号称学生中心 实际上我自己也参与了 这个一点五 交际教学法的引进 我从七七年开始在广外读书 八二年开始读研究生开始工作 然后八七年八八年出国 专门的专业的人 要做这个事情 专门的软件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专门的存储 实际上我先说存储 存储现在是无处不在 无所不在 你可以存在学校的 语码里 可以存在 比如说我不知道 这里用Moodle 还是Mightful 还是用什么 叫Y7 Y7 还是 学校应该有个 Mightful 或者叫YMCT 或者Moodle 上面可以存在 如果上面不能存 社会上很多东西 比如说百步银 银台 什么360网盘 都可以存东西 关键点也是要存东西 关键点也是要用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我这个就是一个典型 要把它 我只要存一次 我把它的链接放到这里 就可以让感兴趣的同人 去打开去看 比如说 在这里 你看我在这里提供的就是 题目和链接 那感兴趣的人 他就可以打开来看 如果想做得更好 下一步 做得更好的话 就是有两步 第一步 不仅仅把我们的教学内容 PBT和视频传出去 鼓励学生的传出去 所以我的学生教作业 现在 说实话我都不用收了 他直接把链接给我就行了 比如说在国外 他直接传到Facebook 或者传到YouTube上面 国外这些国内有相关的网站 有时候国内 因为起码应该有百度网 应该有人网 不是人网 他只要把链接给我上个网站 随时一打开 就可以评论 但是我会给邀请学生用几个 有时候用 五哥 或者用YouTube 因为这些国外太常了 关键的是 我把这个链接放在课程里 让其他学生去打开 学生去评论 如果你用在学校的云盘里面 比如说Blackball或Web CD 你可以在学习内容里面 增加一个获得 让学生互相平安 实际上我今天没有讲 我们的学生也要做Critical Review 我会还有要求 你的Critical Review里头 除了要引用 某某某大家的 衣架职业以外 你也还有能够取什么 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这个你可以在这里 加入另外一个基因 比如说 到了这里 你要说 到了这里 你要说 你要对同伴做出来的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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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取得 批判性能处 你可以 越来越高 你可以 当然也可以 变成四个也可以 或者八个也可以 这个就 你来定的 就看的 那这就更多的让学生 去学习之间 互相 他引用了,他也能给被引用的人一个改进的机会 提高的机会 其他问题 如果没问题,张老师,您想您来安排一下 好,科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到我们的马会的表上 然后我们今天就再次感谢,我们在中文的小少,我们带来新闻一下 谢谢大家,有机会,有机会,谢谢大家 所以我会把课件发到咱们的有声音队,老师的有声音队 然后麻烦各位老师签一下,你会表达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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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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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